哈喽 弟兄姐妹平安 那今天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讲到的系列了 那就是建造家庭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篇的诗篇 是在诗篇的127篇 我们来看看 在诗篇里面有两篇我特别喜欢 一篇是23篇 在我心里面排名No.1 排名No.2的就是今天这一篇 127篇 我们来看看他讲什么 他首先说这是所罗门王丧行之诗 什么叫丧行之诗 指的是当初的人去耶路撒冷敬拜 就一直走上去耶路撒冷 有一段的路就看你住在哪里的吧 或者走两个小时什么的 你在路上谈论什么 就是这篇诗就让你在路上的时候去 以前是唱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首歌的歌词 就是你去敬拜神的时候 让你去唱然后就预备你的心去敬拜 他说什么呢 他说若不是耶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华看顾城池 看顾的人就枉然警醒 第一个建造房屋 这篇诗篇很特别 他讲到人生不同的层面 建造房屋 他讲到看守城池 接下来他就讲到说 你一天到晚就是很焦虑 忙忙碌碌 接下来讲到你们的生儿育女 说你人生的每一个层面 他都有cover到 那第一个他先说建造房屋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觉得神 关不关心你建造房屋 就是你的成家立业 首先买房对吧 现在在国内很现实嘛 我听说在相亲的时候 先问说你有车有房吗 对吧 没房怎么结婚对吧 建造房屋重不重要 重要 就是我要赚钱 我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神关不关心 神关心 如果神不care 如果神说你建造房屋 关我屁事 我又不住你建造的房屋 如果神说I don't care 那如果神不care 这边诗篇就不存在 你没必要堵他 这边诗篇重要是因为 他告诉你 神原来他关心你房屋的建造 他关心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你的身和育女 你每天的忙碌 他关心 我在湾区做牧师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教会给牧师的薪水不高 当牧师很少薪水高的 所以当牧师一定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在湾区当牧师 我也知道湾区的房子很贵 那牧师的薪水又很低 所以我就没计划在湾区买房 我从来没这个计划 也没有想过 那后来感恩就神开路 我就开始很多年前买湾区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买房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是我的那个credit score 就是我的信用 从700多分 直线下降到500多分 然后边坑了边坑了 遇到了一些损友 坑了我200多分 你在这边买个房 你知道500多分的信用 你基本上贷不到款 所以我在第一次买房的时候 经历了神 神机般的带领 如果不是神开路帮我真的是 过五干 斩六将 对吧 我是不可能买到房 所以我买到房的这个经历 让我再一次很清楚地知道 神很看顾他的儿女 买房的事情 神说你建造房屋 我很关心这件事 所以你让我参与进来 帮助你去成就一些 你没办法成就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所以我经历过第一次买房 当时我很年轻 那我就有个很天真的梦想 那我就觉得 你在弯曲房价真的很贵 那牧师人工又很低 所以我年轻时有个梦想 就是弯曲所有的牧师 都有自己的房子 可是慢慢连几件长的时候 发现这个梦想有点太大了 年龄大了就比较实际一点 那我就把这个梦想稍微缩小一点 那我就跟神说 至少会点教会的教母同工 人人有自己的房子 这个不过分嘛 那我就为这个祷告 那后来我们的 振华船道 刚来美国 他好快他来 每多久就买房 我就很感恩 那后来恩美船道也买房了 上礼拜我们一个小组 去参观他的豪宅 很漂亮 我们很开心 那后来就恩美船道 最近也买房了 他刚刚拿到钥匙 我说等你搬进去 我们也去你家 再探访一下你的豪宅 还有一些没买房 前阵子加州政府非常的大方 出了三十亿美金 帮助大家买房 配那个首付 我一收到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Pastor Caleb 因为他还没买房 我说赶快赶快 加州政府出钱 然后他听到之后 他就说 你让我先祷告一下 祷告祷告 他还没祷告完 前去用完 三十亿美金两个礼拜用完 加州人都很疯狂买房 那没办法 我就跟他说 你先搞定前期的那些手续 什么Pre-Approval 这些 先看着房 好不好 先所有手续搞定了 先看着房 下次加州政府 再有这些这么好的东西 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你第一时间把它抢到 买房的事情 我比他还紧张 你知道吗 他就是那么悠闲悠闲 那我祷告一下 我就很简单 就是直到会典教会 我们五个不同的堂 我们十几个教母同工 所有教母同工 全部买房 这件事才算是了结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相信神看顾我们建造房屋 他关心你买房的事情 他关心你成家立业的事情 他关心你的学业 他关心你的career planning 他关心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 如果他不关心 你不需要去认识他 对吧 因为他很关心 他想参与 你让他参与 你整个家会变得不一样 你的学业会变得不一样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移民 去到中美洲的国家 我那时候很小才中学 我那时候中学去的时候 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经历 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很烂 我刚去的时候 我在国内成绩还不错 全班排名大概第五左右 我就一直排在那个水准 结果第一年去到中学的时候 排到从倒数数过来第五 就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 后来真的神有帮我 神赐给我的智慧 重新把成绩搞好 无论是你的学业 你的职业 你买房神都关心 所以不让他参与 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 我两个礼拜前 在President讲道的时候 我就看到正华传道的太太 Natalie坐在下面 我就跟她聊天 那她就跟我说一件事情 她说 她在短宣的时候呢 就遇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那也是我最近遇到的很多这种 就是 前世上我都跟大家说 就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 你发现 你所有的需要 你还没有开口求之前 神都知道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也经历到很多这种 你还没有开始求她 她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 就给 所以这种的恩典 是超乎你能够想象 所以我们就在聊天 她就跟我说 在短宣的时候 她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她说有一天早上醒来 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她就很渴望能够吃到 广东人最喜欢吃的白切鸡 广东人吃到什么是白切鸡 就相当于葱油鸡吧 就这么说 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很craving for白斩鸡 那她也知道 我现在在Mexico里短宣 墨西哥餐就有人 你吃白斩鸡 你就别想了 她也没想 就没多想 只知道今天早上 很想吃白斩鸡 她没想到的是 那天中午 接待她的弟兄 就是预备了白斩鸡 接待她 她说 神你真的知道 我想要什么 她讲的那一刻 神很清楚地在我里面 告诉我一句话 神说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互动方式 这是我最想要的互动模式 什么互动模式 就是让我来关心一下你家的事 你也关心一下我家的事 你去参加短学 你关心一下神家有些什么需要 神给你什么恩赐财干 你可以参与建立神的国的 而你自己家怎么办 不要担心 我帮你take care你的家 我关心一下你的事 我体贴一下你的需要 你也关心一下我的事 他说这就是最健康的互动模式 什么叫不健康的互动模式 我家的事我自己处理就好 你别管 神你管什么 你就管你神国的大事 你的事我也不管 我没兴趣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脱钩冷战 对吧 不要把我们跟神的关系 弄得跟中美关系一样紧张 健康的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是吗 就是神说你让我关心一下 你建造房屋好不好 你的看守城池 要不然你也关心一下 我神家的需要 你也参与一下 那这种的互动模式的过程当中 什么会产生 爱跟信任就会产生 你就信得过 原来我的需要不用担心 神知道神会供应 那我花时间去哪呢 你的精力花去哪呢 你的才干用来干嘛 我也关心一下 神你要什么 我想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这种互动模式 我觉得非常的健康 我也建议大家去学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你的家庭会变得很不一样 真言有句话很特别 他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依靠我们的聪明 我们聪明不多了 对吧 我笨得要命 好不好 三章六节说 你在一切所行的路上 听清楚是一切 不是只在教会的服事 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是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 神关心我们一切新的道路 你建造房屋他关心 你的学业他关心 你的职业 你的婚姻 将来找什么对象 你的生儿育女 你孩子的教养 他都关心 一切所行的路上 靠他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他会带领你 然后你多点 花点心思 关心一下神家的事 好不好 这很重要 那第二个 不要让焦虑 来阻挡你的家庭的建造 婚姻 生个育女 买房这些事情 会让你很焦虑 有时候焦虑到 你失去了睡眠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们 分享一下 有关睡眠 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二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那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得很好 其实原文讲的是 你早上很早就起来 然后熬夜熬到很晚 为什么 因为你很多的劳碌 很多的焦虑 吃劳碌焦虑得来的饭 就是你担心很多的事情 你停不下来 你忙着忙 以至于弄到你自己失眠 你很早就起来 熬夜熬到很晚 对吧 他说本事枉然 传道书里面有句话叫虚空 就是没意义 这没意义你白忙 这个字是一样的 他原文就是虚空 他说这件事是很虚空的事 就是你一天到晚不睡觉 早上很早就起 熬到很晚 一天到晚焦虑 忙着忙 白忙 他下面告诉你什么叫不虚空 他说 如果你是神所爱的 神所亲爱的必叫他什么 安然入睡 你就能够睡得着 我遇过很多失眠的人 你知道失眠很痛苦 神所爱的让你没有失眠 让你 神是最好的安眠药 对吧 就睡得很好 可是这句话呢 有一个 有第二层的意思是更棒 那他表面的意思就是 神所爱的你就没焦虑 就可以睡着 对吧 就不失眠 这很好对不对 但还有一个意思 是我很喜欢的 是John Piper讲到的时候讲到 我很认同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你去看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它是这样翻译的 它是翻译说 它说 耶和华所爱的 He gives even in his sleep 换句话说 它不只是说 神所爱的 让他没有焦虑 很安然的入睡 它的第二层更深的意义是 你入睡了之后 神依然在给 你即便当你睡着的时候 神还在赐福给你 神有很多的恩典福气 在你睡着的时候给你 这也是所罗门王 就是这篇诗的作者 自己的经历 因为他经历到什么 他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字 的希伯来文 就是所罗门王 其中一个名字 所以有时候写诗 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名字 暗藏在诗里面 对吧 他就这样经历 他就是神很爱我 在我睡着的时候 他就赐福给我 所以所罗门王是 我们知道 他是全世界最有 最有智慧的人 就除了耶稣以外 他最有智慧 他的智慧怎么来的 如果你去看 《猎王记》上第三章 他的智慧 智慧的来源是什么 睡觉 他exactly就是 睡着的时候 神在梦里面跟他说 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智慧 他一觉醒来 就成了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一位智慧 就除了耶稣以外 所以他不是那种 说我寒窗苦读十年 出关间 我闭关十年 我出关的时候 天哪 大家都觉得我这么有智慧 不是 他是睡觉前 就是那个傻什么一个 一觉醒来 变得全世界最有智慧的 所以他领受到什么 神你好棒啊 你所爱的 在我睡着的时候 你也赐福给我 吃什么 智慧 Berkeley大学的睡眠大师 Matthew Walker 写了一本书 叫做Why We Sleep 他在书里面 很详细地列出了 睡眠的 神对睡眠的设计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睡眠 有些人觉得睡眠是浪费时间 睡眠占了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 人生 我不知道你会觉得睡觉很浪费时间 对吧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睡眠不重要 不就睡个觉吗 醒来的吧 就没事 有些人甚至觉得 藐视睡眠 觉得睡眠就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 有些人觉得睡眠是神设计人类的一个bug 对吧 一个病毒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神设计人类 神可不可以设计人类不睡觉 可以 他改一下你的DNA 人类可以不睡觉 神可不可以设计人是像马一样站着睡觉 你有没有试过站着睡觉 我试过一次 人很累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站着睡觉 我试过 在火车上站着睡了一晚 神可不可以设计你睡眠 只要睡一个小时就好了 就人类睡眠只要一个小时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神这样设计 你多了多少时间 你多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而且睡眠是人类什么 一天里面最脆弱的时间 人类因为睡眠变得脆弱 因为睡着了 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如果你睡着的时候地震 你跑不掉 如果你睡着的时候 突然起火灾来了 你被烧死 你在睡眠的时候 有可能别人就入屋打劫 你也防备不了自己 你睡着的时候 你旁边的那根可以把你杀掉 它可以谋杀你 你们知道大部分的谋杀都是谁杀的 你的枕边人 所以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奥克兰 是你家 睡在你旁边那个是最恐怖 但是如果你不用睡觉多好 你24小时警醒着 任何事一来就跑 run 都好 可是为什么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睡眠 要处于这么vulnerable的状态 难道真的是神设计出现了一个错误吗 不是的 神设计睡眠 是一个非常精美 amazing的设计 他有他的功用 其中一个功用是什么 睡眠其中一个功用 跟所罗门王经历的一样 就是睡眠 神透过睡眠赐给我们什么 智慧 那根据Maffie Walker的书 他说经过 现在人类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对睡眠多了一点点了解 虽然只是冰山的一角 可是多了一点点的了解 就让我们知道多一点 因为睡眠这么奇妙的吗 睡眠分两种 一种叫浅睡眠 一种叫深度睡眠 深度睡眠叫IEM sleep 你在浅睡眠不算 浅睡眠等于睡了等于没睡 你有没有试过睡一觉醒来 好像没睡一样 比没睡更累 那是因为你那天晚上没有深度睡眠 睡得太浅 浅睡眠会做噩梦 每梦都是深度睡眠的时候做的 OK 当你先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你的脑是没有在停的 你的脑在做一件事情 他在帮你整理你白天收到的碎片花的资讯 把它连成一幅图画 并且赋予它意义 你可以怎么用它到你生命当中 比方说你醒来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你接受了很多的讯息 就老师跟你说话 你同学跟你说话 你的家人跟你说话 你自己看新闻听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醒来了三分之二的时间 你收到了一千个信息 那一千个信息都是碎片花 你不知道怎么应用在你生命当中 什么时候你整理 醒着的时候你的脑没有这个能力整理 什么时候整理 你深度睡眠的时候 你的脑就开始动 它开始整理 你白天的时候收到那一千个讯息 把它开始拼在一起 拼拼拼拼拼在一起的时候 成为一幅非常漂亮的画面 然后可以让你用在人生当中 大家有没有看过化学元素表 化学元素表的创始人是Dmitry 那么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个梦想 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化学元素 都可以变成一个表的 那么他就把所有的化学元素 变成扑克牌一样 随时带着 没事就拿出来排 他说我怎么排这个表 怎么排是make sense 排得很顺 他怎么排都排不出来 他排了很多年 就失败 没事就拿出来排 没事就拿出来排 吃饭的时候排 什么看电视的时候排 在喝咖啡的时候排 排了很久排不出来 那有一次他排得很累 很累的时候他就陷入了沉睡 在他睡梦当中 那一幅元素表就出现 他醒来赶快把它排出来 就是按梦中这样排这样排 他就排 从此以后 化学元素表就横空出世 老一辈的人应该有听过Beatles 就是老一辈最出名的一个乐队 Beatles Beatles有两首很出名的歌 知道吗 一首是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第二首就是什么 Yesterday Yesterday 这两首歌你知道是什么创作的吗 梦里面创作的 在梦里面就梦到了这些的旋律 Rolling Stone有首歌很出名 叫做Satisfaction 他的前奏的吉他 号称是摇滚历史里面 最洗脑的吉他前奏 Rolling Stone睡觉的时候有个习惯 他喜欢把一个录音机放在他的床边 一把吉他 如果他那天陷入了深度睡眠 有些的灵感出现 他一醒来 马上把它录起来 马上弹 就成为他作曲的来源 那有一天晚上他就睡着了 那醒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录音机正在录 那他就很奇怪 他觉得我没按啊 谁按呢 还是是我 我睡着的时候不小心自己按 不重要 他就把它停了 然后倒带重听 就听听他录了在睡觉的时候的声音 大部分声音他都在打呼 对吧 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 他就哼了 Satisfaction这首歌里面的前奏 他就赶快把它写下来 就成为了最出名的一首歌 法国最出名的诗人Bob Pooh 他每次睡觉的时候呢 就在房间门口挂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 请勿打扰 诗人正在创作中 我们沉睡的时候 是你最聪明的时候 你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巅峰 就是你睡着的时候 爱迪生 我们知道爱迪生创作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 因此摧毁了我们的睡眠 可是爱迪生就是透过睡觉 发明了电灯泡 因此我们就没了睡眠 很讽刺的一件事 爱迪生很喜欢take nap 他take nap的时候 就手上拿一个小铁球 下面放一个铁盘 当你陷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呢 你的手就会放松 那那个铁球就会掉下来 你就掉在那个铁盘上面 就蹬一下 那他就会吵醒 他醒来的时候 就会马上把 刚刚梦里面的一些的灵感 把它写下来 那就成为他科学创作的灵感 不要小看睡眠这件事 神设计睡眠 是在睡眠当中 他就赐给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很多的灵感 写不出的曲 做不出的诗 发明铺出来的高科技 有一天有一个engineer 他在公司要杀一个bug 他怎么都找不出那个bug 找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 就text我 说我公司有个大麻烦 我必须把这个bug找出来 那我就说 已经两点了 我说你不要硬卡 我说现在你听我的 你好好坐下来 做一个祷告 把这件事交给耶稣 我说你信我 耶稣写coding比你写得更好 他知道怎么帮你找那个bug出来 你没有办法了解 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 那个coding才是厉害 他写coding比你厉害多了 我说你睡觉 你睡觉 对吧 他就跑去 真的是睡觉 睡醒了 就找到那个bug 很多时候 很多的engineer告诉我 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什么 睡觉 这世界上没什么问题 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 你信我 为什么 不是因为睡觉很厉害 是神设计的睡觉很厉害 神设计的深度睡眠 是让你变得最有智慧 最聪明 最有解决问题能力的时候 都是靠睡眠 神所爱的 要在睡觉的时候 给他智慧 我完全记不清 有无数个晚上 无数次 到了礼拜五晚上 我周六就要去讲道 我礼拜五晚上 我读了很多的诗经书 读了很多的奖章 都是碎片花的一堆资料 完全连不在一起 成为一篇奖章 到了礼拜五晚上 深夜两点 我来到神面前 神明天就讲道了 我虽然看了一堆的资料 连不在一起 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现在已经两点 我只能睡觉 如果你今晚再不帮我 明天就game over 上去都不知道讲什么 在那天睡眠 神就什么 开启你的耳朵 让你知道 帮你connect the dots 帮你把碎片花的东西 连在一起 成为一篇非常漂亮的奖章 你醒来的时候 那篇奖章就出现了 从头到尾 一气呵成 beautiful picture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小看神 给你的睡眠 不要觉得这浪费时间 不重要 这件事重要 重视他 欣赏他 为他感恩 好好的睡觉 不单只是给你智慧 睡眠 还有很多的功用 有时候神称你睡眠的时候 为你征战 有些你白天 胜不过的东西 神帮你在晚上的时候 就胜过 有一次我去宣教 那我们就分两team的人 那我呢 大家分配工作 那我的工作做什么 我就负责 带一群的大学生 有一天的营会 那另外一群人呢 就负责 看 探访 过一月 那我们就这样分工 那为了这个短宣的东西 我们就用了半年的时间 去筹备 因为有时差嘛 我们就开会啊 怎么 我也是早起 摸黑的那种 就花了半年时间 终于把一天的营会 内容全部整理出来 就预备好了 我们就去 结果去到当地的时候呢 接待我们的官员 就接待我们 他就知道我们的行程 原来明天 我要留下来 带大学生 有一个一天的营会 然后就另外一群人 看访 孤儿院 那官员就跟我说 他就说 带大学生 有一天的营会 他说这件事情 太敏感了 不可以做 不允许你做 明天你不可以留下来 带大学生营会 你要跟他们 一起去参观孤儿院 那天我很不开心 因为我为了这个营会 我筹备了半年的时间 我预备了很多时间 摆进去 我不想白做 所以晚上 我就来到神面前 我说神 祂欺负我 祂不让我做 我怎么办 那神就跟我说 很简单 你去睡觉 这个仗我帮你打 I'll fight for you when you are sleeping 那我说 我安心睡觉了 我安心睡觉了 我就去睡觉 睡醒一觉醒来 我们在酒店吃早餐 那官员又来了 官员就找我聊天 他就跟我说 他就说 他说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改变了心意 他说这样吧 今天你就留下来 带大学生营会 我们另外一群人 我们就去参观孤儿院 那我就很感恩 我也没敢问他 大哥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没敢问他 我只是感恩 我听你的 我就留下来带营会 有时候在你睡眠的时候 你白天胜不过的 神说我晚上帮你胜过 我帮你打这张 这张不是你能够胜得过的 我take care你 有时候在你睡觉的时候 神就公益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院长上来报告 他说最近我们学院出现了财政的赤字 我们缺了好几十万 一个很大的数目 那我们就说 我们一同来为学院祷告 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 那祷告完了之后 过了几个礼拜 他就上来报告说 他说感谢神 有一位新加坡的老姐妹 他最近在处理她的遗产 在处理她遗产 那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 神在梦中向他显现 就跟他说 你需要把你遗产的其中一部分 捐给美国一间神学院 叫海外神学院 你捐给他们 那这位老姐妹醒来的时候 也很听话 就照着神的吩咐 把她的遗产其中一部分 就捐给了海外神学院 所以院长上来就报告说 很感恩 捐了很大的一笔 购学院很久很久的运营 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睡着的时候 神会赐福给你 祂赐给你智慧 祂赐给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祂让你变得聪明 祂能够供应你财政上的需要 祂甚至可以帮你打赢 你打不赢的仗 我这一辈子在睡眠的时候 领受神的祝福 远超过我醒着的时候 说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觉得睡眠 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 轻看它甚至忽略它 把睡眠当成你人生一件 大事来处理 创世纪讲得很清楚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说什么 他说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 听清楚 不是有早上有晚上是第一天 所以犹滩的观念 跟华人不一样 犹滩的观念 一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日落开始的 犹滩的观念 一天的开始是从睡眠开始 一天的开始重要 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以为是清晨起来的时候重要 不是的 睡眠才是一天的开始 那一天的开始重要 你醒来的那三分之二的时间 的成败得失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三分之一睡眠的时间 你有没有好好地用它 睡眠睡得好 醒来三分之二的时间 就会活得很好 你醒着的三分之二的时间 大部分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睡眠开始 你开始失去了睡眠 所有的问题就出现了 什么身体疼痛 然后久而久之就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那慢慢就情绪出现问题 那之后就精神也出现问题 之后连灵命都出现问题 为什么 没有好好睡觉 没有看重睡眠这件事情 没有把它看成是神给你一份很大的礼物 好好去用它 对吧 很重要 那第二个 给你介绍第二个 用这段经文作为结束 约伯记 三十三章 约伯记很特别 他讲到一个很深的观念 约伯记很难读 就是很多人读约伯记 我读不懂 读不懂 因为约伯记很深奥 他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人受苦 特别是无辜者受苦 就是如果你作恶的 你犯事的 你被警察逮到你受苦 那你活该 我什么都没做 大哥我就开着车 他喝醉酒撞我 我经浴了他没事 什么无辜者受害 这什么回事 你觉得很痛 所以约伯记讲的是什么 当无辜者受害的时候 无辜者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所以经文很特别 就经文讲到说 约伯受了无辜受害 很痛苦 什么儿子又死了 钱财又没了 什么东西都没了 病又得了疾病 那三个朋友就过来安慰他 那三个朋友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约伯我告诉你 你犯罪得罪神 你只要悔改了 神就把你的痛拿走 那约伯就跟他们顶嘴 约伯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 你说我绝对顶你的嘴 约伯就说 没有啊 大哥我无辜的 我没有做任何事得罪神 你不要这样说我 我真的没干坏事 那些灾祸就无缘无故临到我了 凭什么是我 那朋友说 你信我 你真的有错错事 那约伯说 你信我 我没做 那三个就吵吵吵吵吵吵了一大轮 吵完了 就突然有个神秘的人物出现 叫耶利乎 那耶利乎就听他们吵架 吵了就听不下去 他就说 我有话说 你们三个口才太烂 你都吵不赢约伯 我帮你吵 他说 我帮你求你约伯 那耶利乎是一个迷一般的人物 他的神秘在哪 第一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他不是属于约伯那三个朋友 你什么时候到的大哥 你是偷听我们聊天吗 反正他们聊完天 他就突然说 我有话说 经文没有交代 他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甚至不知道 你是不是约伯的朋友圈里面的人 还是你只是一个路人 你是个吃瓜群众 你是路过 看到有人聊天 你就偷听 听不下去 你就是插嘴 说我有话说 但他说有话说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约伯是怎么反应 大哥你谁啊 灵魂三问 你是谁啊 你从哪来的 你在这干嘛呢 反正说我有话说 他就说话 那第二个迷就是什么 他说完之后 非常神奇的 约伯居然不顶嘴这次 前面三个朋友 每说一次 他就顶一次 耶利乎讲完 约伯不说话 耶利乎跟他说 约伯如果你听了不服 你跟我说 咱能吵架 那约伯不 约伯就沉默 就silent 所以换句话说 耶利乎讲的话 至少约伯他服 他服 那接下来 还有更奇妙的事情 就是 最后神出现的时候 神就骂那三个朋友 他说约伯 你那三个朋友 真不像话 胡说八道 他们现在需要献祭 然后你为他祷告 我就赦免他们 可是神出现的时候 神没有骂谁 神没有骂 耶利乎 他没有说耶利乎乱七八糟 他讲的是错的 他没说 所以这个神秘人物 是出来解谜的 你要读懂约伯记 你要开始读懂 谁说的话 耶利乎说的话 可是当你去读 耶利乎说的话 你发现 耶利乎说的话 本身就是个谜 很难懂他讲的话 他长篇大论讲了一堆 你不整理的话 你完全不懂他讲什么 这是个谜 你慢慢去寻找 重点是今天 我给你解一部分的谜 好不好 我给你解其中一段 三四三三十五节 那这段圣经讲什么呢 他是讲这样的 约伯对神有一个指控 就是他跟神说 我这么一个无辜的人 受了这么多伤害 你为什么沉默 就是他说 神你不关心无辜人受害的吗 你看那个无辜的小孩 被虐打 你怎么不出声 你怎么不做点事 Why 你好歹说句话呀 你即便不解决我的问题 你好歹说句话 安慰一下我 说不要怕我看到 我看到 这我心里面也好过一点 好不好 神居然silent 所以约伯就很气 你知道吗 约伯就是不断地跟神说 神不公平 我这么一个无辜者受害你 你不跟我说话 什么我发给你信息 你已都不回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很不开心 那耶利乎这段圣经 是告诉他什么 他就回 他就骂约伯 他就说 谁跟你说神没有说话 神说话了 他说神跟人说一次 说两次 神 世人不理会 换句话说 他跟约伯说 神早就不断在跟你说话 只是你没听到 所以他们两个在吵这个 那接下来耶利乎就告诉他 神用什么方式跟你说 为什么你没听到 他说 世人在床上 沉睡安眠的时候 在你陷入沉睡的时候 在梦中和夜间的异象里面 你做梦 异象 他说什么 上帝就开通世人的耳朵 把一些的警告 原文是instruction 把一些的特别的指示 印在他们的心上 所以耶利乎解开了一个谜 他说什么 谁说神没有跟世人讲话 他用什么方式讲 你睡着的时候 你沉睡的时候 神就开通你的耳朵 把一些的东西 印在你的心上 然后他就跟约伯说 为什么你没听到 他说因为这些instruction 印在你心下面指的是 是让你远离骄傲 换句话说 当你骄傲的时候 你就没听到了 所以他跟约伯 他骂约伯是什么 他骂约伯说 你态度不对 就是你这种 这么骄傲的态度 总觉得自己为是 觉得我是无辜人 神你欠我的 你欠我一个答案 他说约伯这个态度不对 这种的人生态度 让你听不到神跟你讲话 神想要安慰你 也安慰不到 我读心理辅导的 心理辅导有一个字 叫victimizatio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一个受害者心态 如果一个人受了创伤之后 有一个受害者心态出来 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欺负我 神对我不公平 神你欠我的 我是最无辜的 我是一个义人 我凭什么受害 那这种心态一旦出现了 这种人是很难得医治 你可以花很多钱去 见心理辅导 见十年没有得到医治 为什么 态度不对 态度不对 神想医治你 也医治不了 对吧 当你谦卑下来说 神你没欠我 我知道你是公医的 你没欠我 可是我真的很痛 我被欺负了 我需要医治 神说你好好睡觉 你睡梦中 我就能够开通你的耳朵 跟你讲些话 我会回应你 我会告诉你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会医治你 Mathie Walker的书说 睡眠其中一个功用就是什么 为我们带来医治 是怎么work 当你陷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你身体会产生一种功能 叫做把你的一种的元素 叫做Noradrenaline 的这个元素压到最低 如果你只要进入深度睡眠 Noradrenaline一定要降到最低 如果它不降下来 你进不去深度睡眠 那Noradrenaline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跟你平时读的 Adrenaline是一样的东西 你知道Adrenaline 在你身体产生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会力大无穷 你会很有力 你会不需要睡觉 你会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种元素神赤 给你用来干嘛的 危险的时候 你可以跑得掉 就突然间遇到一只老虎 你Adrenaline突然就上升 你的心跳加快 你突然间变得很alert 你突然间平时跑得很慢 今天突然跑得很快 很有力 比你平时的力气大十倍 为了在你很危险的时候 它可以拯救你 说Adrenaline有它的用处 可是Adrenaline有个用处 就是如果Adrenaline在 你没办法陷入深度的睡眠 只要深度睡眠 Noradrenaline就会降到最低 Noradrenaline降到最低 人会处于什么状态 很轻松 很放松 非常安稳的状态 很舒服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 为什么会带来医治呢 是这样的医治的 我就举个例子 比方说今天早上 我回到教会 就碰到我老板梁牧师 那梁牧师呢 就找我进去他的办公室 他就骂了我两个小时 对吧 批准你做得太烂 对吧 我被骂了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心里受了创伤 出来之后就跟神说 神怎么办 我无辜只受害 我最近这么努力地服侍你 我还被老板骂了两个小时 他无辜骂我 我不要服侍了 我就很受伤了 我traumatized了 对吧 那神怎么给你医治呢 神给你的医治就是 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就陷入了深度的睡眠 你的noregional率降到最低 你人处于一个很轻松 一点都不会想要保护自己的状态 你就完全把自己放在神手中 这时候你做了一个梦 你梦见什么 我就梦见了 我回到教会 碰到了我的老板梁牧师 梁牧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 骂了我两个小时 我梦到了同样的东西 可是分别在哪 分别就是 当我在梦里 没有了noragional率的情况之下 我在一个非常轻松 也不用维护自己 不用保护自己 非常calm的情况之下 被他骂了两个小时 换句话说 这个经历 有些什么很奇妙的地方 就是你在经历一件 本来应该很痛苦的事 但你却处于 没痛的状态之下 你在没有痛苦 在很愉悦的状态之下 经历了同样一件 本来应该很痛苦的事 懂吗 所以同样的事情 在你梦中发生了一次 只是那一个事情 让你什么 你不痛了 神把你痛的 那个emotion 那个记忆 把它拿走了 你醒来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记得 你做过的梦 有时候你不记得 重点不是你记不记得 重点是你会看到效果 效果是什么 你白天醒来的时候 当你回到教会 碰到你的老板娘牧师 你本来以为 今天看到她 其实就想揍她 可是奇怪 今天看到她的时候 奇怪为什么我心里面 那种愤怒不见 那种痛不见 我本来以为 今天回到office 大家见面会很尴尬 会很难受 可是奇怪 今天回去见到她 为什么不痛呢 为什么不恨呢 为什么 是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神医治了你 当你在床上沉睡的时候 神就开动了你的耳朵 把一些东西告诉了你 在你的异梦中 祂医治了你 因此你得到了医治 很多的医治都是这样来的 我以前有个同学 神医院的时候有个同学 是个牙医 他做了几十年的牙医 非常出名 他就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Justin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说如果所有的人 只要你吃饭之后的十分钟以内 你去刷个牙 用个牙线 他说大部分的牙医 都要没有工作 都要失业 就好厉害这样子 那我跟你们讲同样的事情 作为 就是我读过心理辅导的人 假如大部分的人 都能够好好的睡觉 特别是受了伤之后 好好的睡觉 让自己怀着信心睡觉 怀着期待去睡觉 让自己陷入深度的睡眠 经历下神的医治 大部分的心理辅导都要失业 懂吗 心理辅导为你带给你的医治 远远不及在你沉睡的时候 神能够透过一个梦 带给你的医治 所以好好睡觉很重要 因为睡眠会让你什么 经历到神怎么帮助你 得着这个的医治 他会开通你的耳朵 但是如果你的态度不变 老觉得自己 我就是个依人自以为义 很骄傲 觉得神欠你的 这种态度让你得不到医治 会让你很久很久 怨气越来越大 我见过好多这种人 就真的觉得 一天到晚觉得 我就是个好人 凭什么我受害 神欠了我的世界不公平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一样 很多的怨气 十年间心理辅导 一点用处都没有 怨气越来越大 没有医治 为什么态度不对 态度不要去控告神 他不公平 相信他是公平 他是爱你的 好好去睡个觉 我们说什么 时间会带来治愈 这是骗你的 不是时间本身带来治愈 是你花在睡眠的时间 为你带来的治愈 是神透过你睡觉的时间 为你带来治愈 为什么过一段时间会好了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睡着的时候 神做了多少的事情 我们人类在醒来 三分之二的时间 听你信我都在搞破坏 不是你伤害我就 我伤害你 神就是趁着你 睡着那三分之一的时间 帮我们收拾一下残局 结果你连那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不给神吗 对吧 你还不舍地睡觉 还一早就醒 晚上还给我熬夜 你不用睡 神怎么做工 你怎么领受智慧 怎么领受医治 你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 你以为醒了来很忙 就人生过得很好吗 不是的 睡觉睡得好 怀着信心睡觉 才让你过得好 睡眠之前呢 做一点预备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要好好睡眠 为自己营造一个 好的睡眠的一个环境 不要 我以前的睡眠的 之前的routine不是很好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新闻的 我是那种 就什么新闻都看 天下事都关我事 那新闻有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什么时候看新闻 看过好新闻 新闻都是bad news 你现在看看 有时候看26台新闻 有没有一个小时下来 一个好消息都没有 一个good news都没有 全是bad news 你知道看新闻 睡觉有什么不好吗 就是用bad news 陪着你睡觉 我后来发现不健康 不健康 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看新闻白天看 就是你晚上看 早一点看 零睡前不要看新闻 零睡前呢 就选一些诗歌 让自己用一个敬拜的心 选手好的讲道 用一个好的灵修的材料 读一读 预备好自己有一颗 什么信心 有信心的睡觉 然后有期待的睡觉 我现在就改一下我的routine 睡觉前一定做这种事情 然后睡觉前一定跟神说 神今晚 咱们梦中见 好吧 今晚你要带我在梦里面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里约会 梦里面约会很方便 梦里面不用买机票 对吧 你说哪就哪 有时候我跟神说 神今晚 咱们约在巴黎 你带我去巴黎 在梦里面 我跟你在梦里面 在巴黎相约 你跟我说一些事情 你安慰一下我 你赐给我一些 我白天没有的智慧 当你享受做梦 享受跟神在梦里面相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爱上睡觉 你会享受睡觉这个时间 你突然发现 三分之一的时间 人生不是浪费 是很享受 神不会把占用 你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东西 把它浪费掉 不会 它有它的意义 所以说今天开始 回去好好睡觉 好好地睡眠 让自己在睡眠 尽力生很多的吃福 对吧 我两个礼拜前 在讲道的时候 有人当场就用了 我的讲道 实践在生活里面 他当场就睡着 我就跟弟兄姐妹说 不要吵醒他 他是在行道而已 好好地行道 好好行道 你知道很多年前 我有一次讲道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我们要享受一下 在基督里面那种安息 我讲的时候 有人就当场 用我的讲道时间 在生活里面 他就睡着了 而且不是普通的睡着 他睡得很沉 深度睡眠 他睡得多沉呢 就是大家聚会完了 散会他还在睡 那我们的招待 就去叫醒他 叫不醒 你知道吗 就是弟兄 就会玩的醒了 走了擅长了 就剩他一个 他招待就叫不醒 而且这样戳他 戳不醒 你知道吗 就是醒了 醒了他不醒 那结果招待就找上我 说这牧师有人睡着了 醒不来怎么办 我就跑去 大家围着他说 怎么办 我也叫不醒 那结果就有人提议说 我要不要这样子 我们一巴掌 把他刮醒 好不好 那我说不要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我说万一你一巴掌下去 他挂了 这误杀 到来没办法 你知道后来我们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报警 我就打911 那后来那个消防队人来 把他弄醒 我人生第一次讲到 讲到一个人睡着了 睡不醒了 天哪 我讲到功力也是够厉害 好好睡觉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好好回去睡觉 深度睡眠 经历神很多的祝福 从此你人生会不一样 好不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终在天上的福 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睡眠 占了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们知道 我们以前不明白 以为这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不是浪费的 今天借着你的经文 我们知道原来不是浪费 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你赐给我们 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看重这个睡眠 为睡眠献上我们的感恩 帮助我们有智慧 好好地睡觉 怀着信心睡觉 怀着期待去睡觉 我们期待每天晚上 我们睡眠的时候 你会开通我们的耳朵 你会跟我们说话 你的话语 为我们带来智慧 带来医治 你的话语 给我们带来供应 谢谢主 我们在祷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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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咖啖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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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啖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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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啖